还有一个童修 就是他梦见 师父在梦里给他看竹腾 然后呢 因为师父您说莲花在挺好的 然后因为童修 他一直担心莲花不在 然后又问师父 莲花很好吗 师父又说不太好 后来童修问他 他的业障比例 师父说75% 师父就很和气的跟他说 说你之前跟你们说过 好好业心做功德 很容易消掉的 因为你就是不用担心 恐怕会降下来 童修他想问 就是业障生的这么快 是和他最近这个业障爆发 有关系吗 完全有关系 非常有关系 就是说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业障爆发的时候 他的比例会升上 就是一个人都有温度 平时是37度36度 对不对啊 但是 但是你这个伤风感冒的时候 他的温度就会上升啊 就发高烧啊 对不对啊 只是上升呀 业障也是这样 业障每个人都有一点的 不会完全没有的 听得懂吗 十以下 哪怕七啊八啊九啊 你还是有业障的呀 所以为什么叫待业往生呢 总归是有业的呀 明白吗 明白师傅 师傅您在梦里接着跟他说 让他穿点白色浅色的衣服 但之前打通图层的时候 当时师傅是说棕色咖啡色的 那同学家应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在梦中说他应该穿什么了 梦中说的是白色浅色的 就是之前打电话是棕色咖啡色的 梦中说比较准的 好的 感恩师傅此为开始 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小孩子 他是那个18年出生的一个小宝宝 然后呢他满月之后 他肺炎之前打掉针都打了五天了 他好转之后又复发 比较严重 住院了一个多星期 出来以后一直是有痰化不掉 一直在看医生吃药化 痰比较粘稠 现在就是已经两个多月 他都一直是这样 情况就是属于业障病了 不一定的 身体病跟业障病可能都有 因为你们要理解一个原理 就是说业障他是怎么呢 他是找你身上不好的地方 他去弄你 你好的地方他现在暂时不会弄你 你他先他上你身 他要找那些不好的地方 先搞你听懂了吗 本来说你本来就有胃病 他就让你得胃癌 他上你身之后 你比方说你本来 这个地方蛮好的 他就没办法弄你 就一块好的地方重新挖起 他不愿意 他是业障 他就找不好的地方 你明白了吗